思 hag 你的肠胃被灼伤了 朕药虽苦 却能治病 先前你如何 跟珍珍交代的我不管 现在这里 只有你我二人 我要你说实话 你是谁 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还有我的那块木牌 木勒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你我之间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来 看着我的眼睛 真诚地告诉我 你是谁 木勒是谁 我告诉你 老娘叫叶远安 木勒是我给你起的名字 这只骗我在我们家当马奴 不就是为了偷天珠吗 你敢偷天珠是不是 现在我全家人都因为你 被抓到大牢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以为我会来干吗 我为了就是为了抢死你 抢死你 来人 把这个疯子给我五马分尸 他若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怎么会凭空就信了 我说出来的话 他眼下是王子 可不是我以前的小奴 一个不高兴 就把我宰了也不费事 不行不行 已经到他跟前了 这是绝佳的机会 我得优质点 可不能一个冲动 就前功尽弃了 我问你话你不回答 你是聋了 还是在盘算着 如何诓骗我 快说 快说 尊敬的王子大人 您看着我真诚的眼神 我真的不曾骗过您 也不曾骗过珍珍大人 我真的是 史瓦格大人家的 娜娜呀 那穆勒呢 穆勒是谁 穆勒 其实是我的小名 穆勒是你 我母亲是大唐人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实话告诉您了 其实 我叫穆勒 那块木牌 是我送给您的 至于 它是用大唐文字写的 那是因为 我母亲是大唐人 是那年的水灯节 我与殿下一见如故 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您跪为殿下 水灯节之后 我们一同游山玩水 最后 跪在佛祖面前您说 您说要与我永世相随 所以我才把我最贴身的木牌 送给了您 那时候您说您要去大唐 回来便会再同我见面 可您这一去便没了踪影 回来也忘了我 所以我才 我才拼了命要进宫当宫女 要找您说个清楚啊 却有此事啊 我说您是小贼 说您偷东西 都不是信口开河的 您偷走了奴婢的心 那可不便是偷心的贼吗 说得确实感人非福 可我这儿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们之间竟有这等事 不然倒是觉得 你在骗我 我从不骗人的殿下 好在我是找到您了 就让我一直陪着您吧 您再好好看看我 没错 我 我是认识您 不管你说的什么水灯节 我的雨诺什么的 我都不记得 也罢 无论如何 你都曾挺身救我 那就留在我的宫中 做我的近视宫女吧 多谢王子 什么王子 还不是同以前一样好骗 我说什么他都相信 此人说得若非实情 银牌的事情 他则会如此清楚 算了 我且把他留在身边 看看他究竟意与何为 起来吧 谢王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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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你自己不知道吗 日头这么高了还不去干活 我可以让人打你板子 快去干活 知道了 把这些衣服洗了 我 洗衣服 不然呢 还让我伺候你啊 知道不用 不过你也知道我是 阿英王子亲自招进来的 所以我跟他的关系是非比悬长的 我不是来跟这些粗活的 那是我误会了 没事 我原谅你了 走了 给我站住 我说 你误会了 你确实是主子招进来的人 那是因为他看你长得粗壮 能干重活 这些都是你的 今天干不完可没饭吃 味道不错吧 你吃什么不错 我尝尝 我尝尝 好吃吧 这个 这个 就你最馋 吃哪儿啊 吃饭了 这是我们的厨师 你的不在这儿 那在哪儿啊 你干活这么辛苦 我们特地帮你准备了一份 让你补补身子 给你尝尝这个 这能吃吗 这 大家快看呀 真不愧是贵人 竟然吃这么高级的食物 我们好羡慕呀 真是呀 姐姐们羡慕就坏啊 那怎么行 我们可不敢 这是新来的宫女才有的优待呢 快吃吧啊 好好享受 好好感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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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吃 走 继续吃 走 继续吃 坐这儿 有花吃 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我就吃了 免得坚持不住 一切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正想着法子整治那个娜娜 很好 继续逼她 遵命 还迟呢 那么多活计 还不去干活 好 吃完了 你 身在所有 寄人篱下 想为叶远安 女士大唐叶府 牵连好吗 什么时候 受过这种窝囊气 死我了 还敢叫我给你洗衣服 死你了 笑死你了 惊人 你是洗衣服呢 还是杂衣服呢 王子的衣服 你弄坏了 赔得起吗 我都已经洗了 还要怎么样 要微笑着去洗 要怀着对主子的感恩和敬意去洗